再来看到就是昨天晚间高铁爆发了曾魂记 原来是一名男子在台南站上车之后 就说身上有爆裂物 让列车人员不敢大意立刻报警 随后男子在左营站下车丢出纸箱 跟警方因此对峙了长达四十分钟 最后原警趁他不注意将他压制待捕 也把他的包裹经过防爆小组细细拆解 才知道里头装的是衣服跟两罐红茶 就在高铁的月台边现场拉起封锁线 防爆小组的成员着装待命 因为月台上这个包裹 里头装着疑似爆裂物 看有没有电线电池 防爆小组先用X光机 确认里头有没有装着疑似爆裂物的设备 接着把所有人疏散之后将纸箱打开 发现里头放着一堆衣物跟两瓶红茶 并没有发现爆裂物虚惊一场 根据了解一名灵性男子 晚上十点十分从台南的高铁站上车 列车开往左营站 在路途中列车长发现林姓男子 神情怪异 上前询问 而这名林姓男子竟然说 我有攜带爆裂物 列车长不敢大意 立刻回报行控中心 而行控中心也立刻报警 等到列车十点三十分开到左营站 嫌犯一走出列车 就立刻把一个纸箱放在地上 跟原警展开对峙 铁路警察派人跟林姓男子对谈 瓦解他的心房 谈了将近四十分钟 在十一点十分 趁他不注意将他逮捕 同时也请防暴小组把纸箱打开 还好虚惊一场 林姓男子落网之后 情绪不太稳定 明明包裹里头 装的是衣服跟红茶 为什么他要跟列车长 呛说他有带爆裂物 背后的动机 警方也还要再理清 记者顾佳珍 谢佳玲 旅中仁 高雄报道 虽是谎报 但是这样的情势 还是让今天高铁站的氛围 比较紧绷 铁路警察跟高铁保存 不时的就在站内巡逻 就连乘客都说 今天的气氛比较不一般 不过外界也质疑说 这高铁上呢 不是有随队的警察吗 结果这个列车长表示说 并非斑斑 币驾次绝对有立刻 25号晚上10点多 高铁837车次 一抵达左营站 铁路警察手持盾牌 穿防弹背心 和声称持有爆裂物的男子 对置半个小时以后 趁对方卸下心房 把男子压制在地上 尽管最后是一场虚惊 但隔天左营站 高铁私人保存和警方 前后出现在站内巡逻 气氛颇为紧绷 因为我们现在都戴口罩 会不会比较难发现 眼神你其实也是可以看到 眼神看 其方巡逻不敢大意 散了一组 没两个小时 巡逻一次也陆续看到 高铁的随车保存 你是要随车的吗 高铁传出有人 吸带了爆裂物 气氛也让乘客的心情 七上八下 但这起事件 男子搭上了高铁列车 晚间的十点多 列车长当时发现 男子行踪可疑 对方告知 有吸带爆裂物 却一直让列车 继续行驶到左营站 才进行危机处理 为何没有在台南化解危机 高铁回复 因为当时列车已经开了 那个我们一般下车以后 我们就立即清空 高铁惊魂 庆幸是引发虚惊的炸弹 但只有怕列车行驶过程当中 万一真的是爆裂物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这起铁路惊魂 是不是要在当下 立刻化解危机 或许有讨论空间 记者龙淳 刘文发 吕宗仁 高雄报导